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95這個,那也是排列組合 95這一年延續考了兩個排列組合 那這個的話呢,就是說它 結構都不會太複雜了,它現在有三種 新文,新文把它叫做AR了 重義叫做B,體域叫做C 當然它這裡有A1到A3 B1到B4,那就是C1到C2 OK,那現在呢,可是它有一些規定 就是同類型,現在也是跟現在第四代一樣 同類型都要擺在一起,但是順序可以掉 所以如果現在要分配這八個頻道 那C1它說怎樣 前兩個要給體育,所以一開始就是會有C 但是呢,我們要分兩個類別 一種就是說,C可以接A A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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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好,但是彼此它其實都可以換 所以這裡的方法其實就是二乘 這三個都換,三個換並不是乘三 乘三階 這四個換就是乘四階 好,那下面這個 雖然它四階再三階 但其實他們這個也是一樣的 所以答案就是 這個東西二乘三階乘四階再乘二 所以這是剛好是二乘三二乘三六乘三二十四 然後二十四的平方 二十四平方就是五百七十六 二十四平方也可以稍微記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整個還是一個樹狀圖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說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CAB,一種CBA 它會分大列別,裡面再有一個小階段 這是現在學測的一個排列組的特性 分列別再分階段 現在四階段 VAN 頂次 砍